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睇肥坤的视频 记得按订阅 今天肥坤下午这个时间是4点多钟 这是星期一 来到大三巴 我们在牌坊这个广场耶稣会广场 绕过一圈 今天上到来看一看朋友 有几多人在打卡 今天我们主要走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牌坊的背脊 牌坊的后面 藝術馆旁边的树林围 我们由牌坊直边 哪吒庙那里走进去 大三巴和哪吒庙都入世围 古色古香 这野房 当年这吓庙还有围墙 哪吒庙高点的地方 也有围墙 这吓庙徒接近使用 葡萄牙人 LUX��면 羊给我住 erreichen аль廓 River 增痛来 distant age 进去一些延梯 可能中薯仔出名 这都是肥坤家的 舒临为在很久以前 在圣堂那段时间 有一批日本的天主教徒 来了澳门 帮忙建教堂 当年他们被日本政府迫害 离家出走 来到这个地方 在附近 找一个地方叫做 安家 在城墙边 以前 名称政府都不让他在圍牆 起完又拆拆完又起 始终他 打横来 要防御公事 建了这个圍牆 进来舒临为 就是 以前的 日本人 居住的地方 这是 上一段 当年 我们年轻人 不敢进去 舒临为 在外围走过 就算了 因为有狗 生保人 可能被人赶回来 有很多年 澳门朋友 在这里长大 都很少去舒临为 我们今天进来 舒临为 这里是上一段 我们到处看 有很多屋 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 有些重新再建 装修过 都是保留一层至两层楼高 在这里沿着石级 下去就是 高原街 我们 过了马路 舒临为 那是澳门 现时最大的围村 ºcade freakin 有四条说 四条 八陈桃 肥坤 今天进去 走 inic 以前拍攝過很短的一條路,今次就在裏面轉圈 裏面還有很多舊屋,已經沒有人居住了 可能業主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有些都建得很漂亮,全部翻新 這裏都是建一層,最多一層半 這裏真是風涼水冷 記得以前沒有水之前,這裏有個大水井 全澳門是最深的這個井 很多人都在這裏拿水吃 這裏是澳門最大的圍村 路口只是一兩三個,衣著山邊而起 以前這裏有個圍牆 現在還有的,在新聖街那裏都見到的 這裏叫做三班門 三班門,因為圍牆有個門口出入 這裏叫三班門 三班門是舊一輩子的,老街坊都認識的 至於澳門有很多門 這裏叫三班門的石閘門 關前街那裏有一個圍牆的門 另外還有一個紅窗門 那些朋友不要錯意 紅窗門也是一條圍牆 延伸有一個城牆的門口 我們會看到這裏有些紅窗門 那邊叫做紅窗門 那邊叫做圍牆的門口 我們進來樹林圍 有一邊很安靜 沒有什麼人 以前仍然養了很多狗 真的不敢進來的 以前的人應該不太多 應該有八至二百間房子 最往的街坊都是在門口譚天雪地 不用關門 近年樹林偉多了很多朋友進來打卡 開了一間地道的咖啡室 坐得挺辛苦 他就獨立包裝的飲料 獨立包裝的食物 沒有碟子沒有杯子上 好像外賣一樣 最出名的就是沒有骨骨翅包 但是另外一番味道 坐得很辛苦 找一張木的櫃子 就當作是桌子 坐就坐石頭 我們繼續逛逛樹林圍的街坊 挺乾淨的 有些人站到兩層樓高 門口有個大花園 有些人應該搬了出去 入夜應該都沒有什麼人 平時都沒有什麼人走進來 開了這間鐵人 拿veç ata咖啡室 隨便讓 加了 кур先生人參加 unique 那些瓶腦 到處去開場 不要注意 地下濕烯 这里是高原街,围墙以前是保留的 这里有个大坑,近两年才发现 有人说是垃圾坑,以前把废材放进去 他们找到 były很多杆,搅拌碟或者碗 它出来现在变成古董 一个深刻 并就变成一个打卡碟 高原街接着牌坊入口 都做得很漂亮 花圆被人休息 很舒服 今天有很多朋友 周围走 这些保留是以前的围墙 还是用大石砌 下集再见